Hi,大家好,又见面了 昨天尝试了Timelapse 已用了大约是20分钟的时间去让它走动 然后呢,等下会给你们看出来的效果 和,等下我会demo了一小段的 如何用Sony本身的Viewer和Play Memory Home 一起Combine出来,做一道的很快很简单的Timelapse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片 现在我们走到第一个,所以走到这个Inverter Shot Function Inverter,Interval,Interval Shot OK,Interval Shot,On and Off,开关键 打开它,OK,Start Shooting 就是说呢,当我们按按钮按钮过后呢 它大约停顿了1秒过后才开始 然后,Shooting Interval 就是说呢,它之间大约过了多少时间 就会拍继续下一张 我把它设计3秒 然后,Number A Shot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Dotal总共要拍了几张 OK,很简单,你看哈 我放了520张,所以它的大约要用了25分钟57秒 但是你看哈,我们可以总共拍了9千多张 就是要7小时多 不需要啦 OK,所以我觉得呢,我基本上我会set到500多 大约一个半小时,因为如果我们拍热络的话呢 大致上半个小时至40分钟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小段的热络的Timelapse OK,所以Set OK,Auto Exposure Tracking 就是说呢,自动的曝光 所以昨天呢,我调了High 所以我觉得到它相差稍微会太多了 所以会先大致上如果再尝试的话 觉得到会medium会比较适合 但是昨天我是set了High 等下我给大家看,所以High的一些的效果 OK,这就是所谓的我大致上所设定的东西 然后呢,昨天我是以Abitual Mode 然后,我ISO那一边呢,我是放大概是200 因为我忘了放Auto 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尝试放Auto 再ISO OK 因为它在自动那边呢,它会比较方便给你的话呢 它自动会调 呃,我昨晚没有放了 所以我是在一小段时间呢 我手用手动 就是当我发现太暗还是一些地方 它曝光超过两秒三秒 因为在三秒之间嘛 所以呢,在这小段呢,我自己自动手动了 移动它 OK 然后和Wide Balance Auto OK,现在我们去看看当时的拍摄状况 哈喽,OK 来,打进Viewer Sony的Viewer 然后就进来这个画面 Then 因为我把它刚才要放在我的Desktop Create一个Timelapse 所以所有的照片都在那一边 所以第一样东西呢,最重要就是说我们 就第一样Do Not Filter 因为Filter过后可能会找不到一些东西 还是它次序会乱了 然后我们去File这边 所以,sorry 然后它在Create Timelapse Movie 但是,before that,忘记做的东西就是Select All 把所有的照片都一起Select了 过后 OK 然后 OK Tools Create Timelapse Movie 对了 Alright Safe 现在进那里呢 因为刚才我Create了一个Folder叫做 Video Folder File Setting Browse OK 我的Desktop Alright Timelapse OK New Folder 或者你可以Create一个Timelapse OK 然后就Create了自己的一个Timelapse OK Open 好的 所以不就是Next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我们就会在等它每个的Process过后 好了过 对,就是好了 你看,All processes complete Next 对了 OK 当走完过后 等下 OK 当走完过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跳去了Play Memory Movie Creator 所以在这边会更方便 你看它直接跑出来了 所以呢,因为呢 Total感我做的是22秒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的Left Hand Set 这边有一个Playback Speed 我把它乘2 所以你会发觉到它的速度而加快了 只变成11秒 就是说呢 它把它乘2倍的速度 OK 所以得到的 它会比较快的 整个的Result的效果 然后Music呢 很简单 你看 Eclipse而已 它里面呢 会有自己Build in的 所以的自己的音乐 所以Fade in Fade out 就是进的时候Fade in 然后出的时候Fade out 然后就是现在Safe 把它Safe在我们的Document那边 Desktop TheTimelapse Sorry Timelapse那边我把它放成我要的名字 OK Timelapse Safe OK 然后Next OK 下一步 Next OK Next这边呢就是说呢 是看你需要4K 还是Good Quality 或者 Uploading 就是说 意思说可能我们要放在YouTube 还是放在Facebook 或者是Social Media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比较需要小一点的方 为什么 因为让它 Process的快 所以这次我用了 上 Smaller OK 所以现在它就在继续Process OK 走完过后呢 我们就去我们的 Timelapse OK OK 大家觉得到如何呢 呃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 但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下面按like和subscribe 谢谢你们 下次再见 Bye Bye